我是你们的阿玉废陀医师July 今天想来和大家聊一聊是在后疫情时代因为景气的改变 很多瑜伽教师老板他们改变了他们经营的方针 导致于很多瑜伽老师他们开始在思考说 未来的质疑规划应该要怎么进行 那这主要是我一个学生他最近写信来问到的问题 所以我想透过今天的影片跟大家分享 我在挪威还有在美国看到的一些现象 还有我听到我的其他欧美的学生跟我讨论的一些现象 我们说这个同学他提到的问题主要是说因为景气不好的关系 所以原本跟瑜伽教室老板这边每个礼拜固定的瑜伽课程的合作方式 改成了就是让瑜伽老师们租借各个不同的时段租借教室 然后瑜伽教室老板他也提高了他们一般课程的学费 使得说一般的上班族的学员可能没有办法去 在他们的支出考量之下变成要删减掉 或是先放弃瑜伽学习的这一块或是瑜伽练习的这一块 再加上现在在坊间有越来越多尤其是之前之前居家检疫的期间 很多瑜伽的学生很多练习瑜伽的人他们也开始习惯用所谓的瑜伽的APP 或是参加一些瑜伽老师的线上教学甚至是透过跟YouTube的瑜伽影片 线上YouTube瑜伽影片自己练习 所以我这个学生他就问到我说那有没有什么我觉得瑜伽老师们可以思考的方向 基本上来说我觉得基本不要害怕改变 我知道改变很不舒服 可是如果说我们这个时代就是一个改变的时代 那么我们应该很庆幸我们活在这个可以做出改变的时代 永远不要怕做出改变 将危机变成转机 那么你可以发掘新的舞台 要怎么样将危机看成是转机呢? 首先这个瑜伽老师他提到说 瑜伽教室老板不在租借时 不在固定的应聘他们 OK 跟瑜伽教室跟瑜伽老师之间的关系 从原本的雇佣关系改成了合作伙伴关系 你应该要思考的是说 那么从现在开始你有更多的自由选择 你要教什么样子的主题 你想要收怎么样子的学生 然后你的学费想要怎么样收取 OK 第二个要思考的方向是 很多瑜伽教室 至少在挪威这边有观察到的是 如果说他们有固定的合作老师的话 他们会不希望这个受雇的瑜伽老师 他跑去同一个城市里面的其他教室教课 OK 因为他觉得这样子的话 老师会把学生带走 可是如果今天你跟瑜伽教室老板 没有这一层雇佣关系的话 那么你就给你自己多了一些自由 你可以去趁这个时机 趁这个机会去看看不同的瑜伽教室 不同的瑜伽教室 他的位置 不同的位置 不同的区段 他基本上会吸引不一样的瑜伽学员 OK 然后看看不同的瑜伽教室 他们有什么样子的设备上的差异 那么你下次就可以知道 如果说你今天要带的瑜伽课 这个这门主题课是以冥想为主的 哪一间瑜伽教室会比较适合 如果你今天带的瑜伽课是 主题是以体位的探寻为主的 那么哪一间瑜伽教室比较适合 如果你今天的课主要是以哲学 瑜伽哲学或者瑜伽书籍的导读 那么又是哪一间瑜伽教室比较适合 所以不要担心说你今天一下子没有了合约 没有了固定的收入 那么接下来该怎么办 你要先思考的是你接下来可以怎么做 你想要做什么事情 OK 所以首先就是心态上要先改变自己以前的心态 第二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 好好的思考自己 我想要做什么 我想要教什么 跟我可以教什么 以及我的学生希望可以学到什么 很多人他们会认为说 就像现在YouTube一样 看到说网路上面有哪些主题很夯 那么我的YouTube的影片就都是拍那些主题 可是在一窝蜂没有错 你的这些影片可以在演算法的 那个区段之下得到高曝光 可是影片的寿命长吗?不见得 今天瑜伽老师的教学也是一样 你可以透过跟风去追寻其他那些很热门的主题 可是当你这个城市有十个瑜伽老师都在开 一样的主题的时候 如果你没有自己的教学特色的话 你会被淹没在这其中 OK 所以首先先想想你想要做什么 再来想想你可以做什么 再来就是去思考说 我要如何将我可以做 我可以教 而且我想要教的这个主题 完整的传达给我的学生 这个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OK 再来就是如何去帮自己做思考 我们说 你先想好说你可以做的东西 你想要做的东西 比方说你今天想要教瑜伽体位 以瑜伽体位为主 你就可以接着去划分 我的瑜伽体位是要以季节性的平衡为主吗? 我的瑜伽体位是要以物理方面的平衡为主吗? 比方说物理方面肌肉骨骼组织关节 比方说你的脖子疼痛啊 你的瑜伽练习可能是下背疼痛的舒缓 或者是眼睛周围压力的舒缓 头痛的舒缓 OK 又或者是你今天的瑜伽练习 是为了要可以达到好睡觉 或者是减轻压力 或者让情绪平稳 又或者是你今天的瑜伽练习 强调的是能量的调整 OK 比方说在阿育沸图瑜伽来说 我们说在这个季节 如果是Vata季节的话 我们要如何透过瑜伽的体位 跟呼吸法来平衡Vata的能量 或者是现在是Kappa能量正强 那么你要如何透过瑜伽的练习 来平衡你的学生的Kappa能量 OK 所以这现在我们就这样 我们的问题点 先关注好 先专心 记得说OK 我的大重点是什么 然后慢慢慢慢再去划分说 OK如果说我今天要做是能量为主的话 平衡能量为主的话 我的能力够吗? OK 体位可以平衡能量 呼吸法可以平衡能量 唱颂跟手印都可以平衡能量 冥想也可以平衡能量 你的知识够吗? 体位也是一样 物理性的平衡也是一样 OK 体位可以平衡 比方说前弯的体位 后仰的体位 侧弯的体位 扭转的体位 都可以对于脖子或者是下背的疼痛 获得缓解 可是你要如何去做串联? 你对你想要讲的这个主题 认识深吗? 这个是你第二个要思考的地方 OK 所以先想好你想做什么 接着去看你会不会做 你会做什么 接着再看你缺了什么东西 就你所缺的东西去做补充 当你规划完一个东西 你非常有自信 可以把这盘菜端出去 很多人都爱吃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要开始想 你要怎么样让大家知道 你煮了这盘菜 OK 比方说你今天的课程的规划 是以脖子疼痛的平衡 或者是舒缓下背疼痛 那你知道什么样子的族群 会容易有脖子疼痛 肩膀很紧 呼吸不顺下背疼痛的问题 那么你应该要去加强的就是 这个区块的消费者 这个区块的学员的宣传 而不是乱枪打鸟 反正我就是把它PO到瑜伽社团里面去 管他今天这个瑜伽社团里面的人 到底是瑜伽老手或是瑜伽新手 这样子是不对的 因为在这个 在现今的这个时代 你要做的是精准的行销 而不是乱枪打鸟式的行销 你乱枪打鸟式的行销 到后来就是 是被公办 对不起中文有点卡住 OK 所以要仔细的去想想这些部分 OK 没有错 以前有瑜伽教师老板 帮你在后面撑着 在帮你在前面挡着 OK 他可以帮你收学生进来 那学生可以因为喜欢你 或者只是因为时段的配合得上 他就来上你的课 可是现在时代不一样 OK 你会需要因为担心说自己 这个不会那个不会 而去想说 而去怕说糟糕 那样话我会不会就这样子 就不见了呢 不要 就像我刚刚提过 我一开始提过的 化危机为转机 OK 所有你在这个阶段所做的准备 都会是未来滋养你的瑜伽教学 还有你的人生生涯的养分 OK 所以永远不要担心说 你是在浪费时间 或是你的东西不够 OK 可是重点是 尤其是身为瑜伽老师 我们说瑜伽是身心灵的产业 他不是一个单讲赚钱的产业 OK 他是一个很直觉性 跟很灵性的产业 所以摸着你的良心做事 OK 顺着你的心性做事 如果今天这件事情 这句话你讲出去 你自己都觉得天哪 我都没有办法听下去 那么你觉得你的受众 有办法听下去吗 OK 所以今天这一点小资讯 跟大家分享 如果说你也刚好面临了 跟我的学生一样的问题 关于大环境的改变 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走的话 我希望今天的这一段分享 会对你有帮助 谢谢 Namaste 也欢迎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 都可以写信来 我们可以进行讨论 Namaste